哈囉,大家好,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免揉佛卡夏 簡單免揉又好吃,有烤箱就能做喔 這個材料爐上,材料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高筋麵粉、酵母、鹽、橄欖油、蜂蜜以及水加入碗中 攪拌均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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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上保鮮膜等待30分鐘 30分鐘後首先沾濕比較不會黏手 拉伸第一次基本上就是沿著碗拉一圈 蓋上保鮮膜等待30分鐘 30分鐘後面筋已形成再次拉伸 音楽 再蓋上保鮮膜等待30分鐘 30分鐘後面筋這時候可以拉更長再次拉伸 音楽 音楽 蓋上保鮮膜放入冰箱冷藏12到18小時 音楽 隔天如果你的事不沾烤盤 烤盤底部可以刷一層橄欖油再倒入麵團 也可以選擇墊上烘焙紙再倒入麵團 淋上之前做的油漬番茄的油 輕柔的往烤盤四周拉伸一點 放到溫暖的地方發酵40分鐘 40分鐘後放上油漬番茄 40分鐘後放上油漬番茄 手輕輕輕的把番茄壓入麵團不要壓到底 放入以預熱烤箱220度C烤20分鐘 這樣子佛卡下就能享用囉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謝謝 謝謝 謝謝 請istä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